哈喽我是堂子 欢迎收看蒙眼星极限生存第十六期 今天就要去打羽蛇神啦 哈哈远古巨人物打不过 一个小小的羽蛇神 那还不是信手拈来 前几期挖到的高级攻击符文 先鉴定一下 羽蛇神拿弓箭打 所以我要鉴定出两个无线射击 要是没出的话怎么办呢 那有存档打法呀 不吵不吵 这不 马上就出了两个无线射击啦 还有一些别的数项 应该够我们用啦 拿出家里的材料做两把铸铁短弓 然后再升级成弩 做上两把一人一把 然后给弩附一下膜 第一个嘛肯定是无线射击 第二个来个弓箭伤害 第三个也没有什么好的属性啦 就附莫一个狩猎幸运吧 说不定能给我爆出三个神圣树种子呢 第二把也是一样的属性吧 来来来阿脸 给你 话不多说 让我们直接出发吧 差点我就忘了 要带一个箱站还有核心才能出门 这样我们找到了神庙 就可以直接激活啦 那是相当的方便 迷郎箱的出生点附近就有一大片的雨林 来这里面找一下有没有神庙 这片雨林是真的大呀 幸亏我有二级的小飞鼠 可以飞到树顶上更快的找神庙 打开小地图旋转一下 看见了是有一个神庙的 应该是在这个方向 找到了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 下来看看到底是真是假吧 好像是一个真神庙 今天这运气没得说 那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 找一点雨林之星来激活它 结果一天的寻找 终于激起了九个雨林之星 不过刚才看到的那个神庙 我找不到了 好在阿里又找到了一个真的神庙 这片雨林里存在着两个真神庙呀 桃子我还是第一次遇见呢 从家里带了黄筒钉 直接合成雨林之眼激活 来找一个高一点的地方欣赏一下 一座神庙拔地而起 太壮观了 雨蛇神我们来啦 极限生存只有一条面 所以打雨蛇神 我们要选最稳妥的打法 从上面进攻 找一个我们能攻击到它 但是它攻击不到我们的地方 慢慢的把它磨掉 这个高度应该就可以 雨蛇神怎么躲在这么一个小角落呢 打着打着 它就跑到里面去了 哎雨蛇神你倒是出来呀 藏在那个小角落里 算什么英雄好汉嘛 有本事出来给我们打 没办法 那我只能往下进层了 这个角度刚刚好 看你还能藏到哪去啊 来来来 来打我呀 打不到吧 嘞嘞嘞 最后一击是被阿里拿下了 与蛇神里岩浆还挺近的 快去看看我的战利品 有没有掉到岩浆里 好多的鸡丝呀 吓我一跳 先把它们解决掉 雷电 金河 神圣树 种子 蛇神之羽 一个都没少 太棒了 把这里的怪清一下 准备开始打扫战场了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咱们下期再见哦 拜拜 拜拜